立法會通過垃圾徵費條例 曾經事行垃圾徵費的淘大花園 有業主委員會估計 因為物業管理公司要買後備的指定垃圾袋 管理費會上升 有林凱彤報道 淘大花園在2014年曾經有四座大廈 一共一千戶推行垃圾徵費試點計劃 每個月每戶大概要付約30元 買指定垃圾袋 計劃為期半年 但有兩成住戶沒有買指定垃圾袋 他們通常利用外賣袋 裝飯盒放進垃圾桶裏面 我們曾經訪問過街坊為何不敢用 他們說我都沒理由 以袋裝袋 又將一個膠袋裝入一個要付錢的袋 在試用期間 我們那些垃圾量是少了十幾個巴仙 而環保回收物又多了很多 至於會不會有街坊偷雞 不買指定垃圾袋 他就說不擔心 但預計物管公司會買好後備膠袋 預計需要增加管理費 至於有環保團體批評準備時間過場 環境局局長黃錦聲解釋 用2023年做目標是合理 他強調當局要時間向指定垃圾袋製造廠商招標 法例不可以沒有實施時限 會再在立法會討論細節 有線的是記者 林凱彤報道 我們會不會有興趣的 我們會不會有興趣的 讓我們會不會有興趣的